老板您好,感谢选择Medicive,这里是Medicive的技术支持 那本期视频的话是想要教您如何去查询,然后并且结算那个订单 回到软件里面,我们正常输入我们的名称去登录 然后在堂吃的时候,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桌子上有颜色的 上面会就是有信息的 这些的话就是表示已经客人在点的单子,客人在就餐 那如果说需要选择这个对应的订单来结算,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去 可以去付款,那比如说客人过来说我是A1桌的 那个现在需要买单,那么点开A1桌,然后可以直接点击付款 如果客人给的是现金,那么就可以选择上面的现金的信息 如果说是书的客人是要刷卡,那我们可以点击VisaMasaDiscover 这个四合一的这个按钮 然后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付款方式也可以去选择 那这边的话,比如说买个单试一下 然后点一下付款,如果是付款并打单就可以打一份receipt 客人如果说需要了一个receipt,那么可以点一个付款并打单 把receipt拿给客人,那如果客人不需要的话,我们正常就直接点付款就可以了 那如果比如说客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几号桌,他只知道他的单号是比如说一号单二号单 那么下面的话也可以去点击单号,大家会显示可以看到A3桌的客人他是一号单 那如果说有些单的话,我们之前有在里面去写了客人的姓名,也可以在边去可以看到 或者是对应的起台的信息,下面的话是可以去点了之后,上面可以看到,因为毕竟桌图大小他有限,所以能展现的信息是比较少的 正常来说的话,他默认的话一般是市场,那也可以显示单号,这样可能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一点 但这只是针对糖吃,因为正常,其他情况下的话,就是等取,pickup和外送,他是没有,不会在桌子上面显示的 那如果需要找单的话,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找单,或者是在这边点击找单,也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一号单是刚刚的糖吃的订单,那这个四号单的话,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等取的订单 那等取订单需要解算的话,我们可以在这找单里面,或者其他订单的话,我们可以在找单里面包括他们吃的 点开之后的话,选择对应的订单,也可以选择付款 然后正常的话,我们可以去选择付款的信息 这样的话就正常的话,一个订单的结算和查询也就完成了 感谢你的收看,再见